那我們來關注一下 最近大家都在說2024感覺是和平跟戰爭之間的一個選擇 但現在民進黨執政下大家感受到的是什麼呢 我們先來看志願役是否真的被嚇跑了呢 國軍的戰力雖然說明年要增加了這個義務役 但是還是重挫怎麼回事呢 明年恢復的是這樣一年期的義務役 預估9100多人 但是志願役減少了5187人 99%不見的都是基層的士官兵 也就是說現在有兵但沒有降 減少了將近10個營的人力 所以現在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的副研究員 接種他分析 未來的3到5年 國軍至少接收15種新裝備 這時候如果出現志願役人員快速減少的狀況 對新裝備的戰力 形成的後續維護跟保養 都會有不利的影響 那麼現在侯友宜即將禮拜四要去訪美了 兩岸的議題 兵役的議期都會成為他的必考題 所以現在大家也都在看了 好 那現在有兵但沒有降該怎麼辦呢 國軍志願役繼去年提前退伍超過4000人創紀錄後 明年志願役傳出巨幅減少 根據明年國防預算的志願役預算原額 士官兵合計減少共5142人 相當於10個營的兵力 人力創下2020年以來新低 國軍戰力恐怕出現大漏洞 我認為影響力蠻大的 你現在陸續都要大量的接受 結果人員勸減少 剛好背道而馳 你遭的少但退的多 那去年就退了4000多人 那今年的話2023年可能退的會更多 志願役少5000人 明年預計有9100多名 一年義務役加入國軍 有人擔心為了填補主戰部隊的人力缺口 義務役是不是會分發到主戰部隊 從守備者變成到前線當炮灰 義務役它是守備部隊 以守備任務去填補 作戰打擊的問題 那是有很大的問題 你義務役你沒有身家調查 你招進來的有十分之一是有前科的 赤龍赤虎有偷介切到 你都要做管制也有吸毒的 光經濟的問題你就層出不窮 就搞不完 你那個廁所掉了兩包白粉 你就搞不完 你光做這些事情 你還搞什麼戰備呢 義務役它到海防 面對解放軍登陸 它第一線 他們訓練不夠 等於要到前線去當炮飛 志願役人員狂撿 網友嘲諷 塔綠班們快出來吧 這是你們報效國家的時刻 綠營絕妻呢 用鍵盤殺人很會 現在躲去哪 四年前康中保台 讓年輕人覺得 這個中共很可惡 但是我們看看這四年 台灣在做些什麼 去買地雷囉 要發每個人一支AK40槍 47的步槍囉 真實的狀況就是我們要打焦土戰嗎 挑起戰爭不是每個人都要 選舉一到民進黨挑釁大陸 大聲嗆瞎好像很厲害 但一想到上戰場 側翼秒歸縮 就怕連志願役都被嚇到狂逃跑 記者黃毅君王志願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好不過呢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剛說到了侯友宜呢 禮拜四要到美國去了 那訪美的必考題 兩岸嘛 還有兵役的問題 再來呢 柯文哲現在講的也很直接 在他的這個後援會上呢 直接就說賴清德如果當選總統 戰爭風險上升 那麼賴清德說啊 大陸要用戰爭威脅 來影響台灣的選舉 那時事評論員王上志是分析 他說賴清德跟民進黨 擅長就是詭辯 特別是披著中華民國 拿來抵擋催眠跟說服 他說台獨傾向的賴清德政府 必然會加速 引入美國的勢力 使台灣全島 國民與土地 美軍化基地化的軍事佈局 引來兩岸戰爭 那麼最近呢 美國總統拜登 他不是到越南去嗎 在記者會上啊 他就分析 他說啊 大陸的經濟陷入困境 習近平忙著處理 此時無力侵略台灣 你真的覺得是這樣嗎 而美月的關係 提到了最高層級的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並且達成了多項協議 比如說 加常半導體跟稀土的合作 越南也送上大禮 越航同意購買波音50架客機 交易額大約是100億美金 結束印度G20峰會後 轉往越南訪問 美國總統拜登與越南最高領袖 越共總書記阮副仲會面 波記者會上中美關係 已久是焦點 拜登直指大陸經濟成長 因為全球經濟疲軟 以及自身的政策在走緩 並提到房地產和青年失業率高等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大陸恐怕已經無力侵略台灣 拜登透露在G20峰會期間和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強會晤 討論穩定和南半球的議題 毫無對抗氣氛 這是自去年印尼巴黎島G20峰會後 兩國近十個月以來的最高層級會談 而美國和越南則將雙邊關係提升為最高級別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與對中國大陸和俄羅斯的層級一致並達成了多項協議 包括加強半導體與稀土合作 越南航空同意購買波音50架737MAX客金 交易額約100億美元 華府外交突破增加籌碼以抗衡中俄 而媒體報導 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在G20和李強會面時 告知他意大利計畫退出一帶一路倡議 李強則努力試圖說服梅洛尼三思 據了解一國政壇質疑一帶一路協議取得的經濟利益有限 反而造成了意大利和西方的心結 記者綜合報導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睡得好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就是最考慮的